谈到未来赛程,J-Way还是有信心打进四强,取自Garrenner。 记者陈耀宗台北报道,经过长达一个月盛场迟迟未开湖,和终于在英雄联盟2018LMS春季赛本25日队上Team of Road的比赛中以2比1击败对手拿下春季赛首胜赛后,和中路选手J-Way设访表示, 六连拜后中,陪生老板有来台湾与大家开会,希望大家能把话讲开,不要有心结也不要气氛差,他们随后在团练或是比赛才开始表现变好,以赢下比赛。 现场主持人汤密问道,今天中陪生清零现场观赛,教练也对他们有很多期待,会不会有很大压力? J-Way回应,其实没什么压力,毕竟已经凌晨六百,就走一步算一步。 谈到开季以来的乱流,CHA坦言,问题在于S7跟S8改版差异很大,以前是靠打现场就能赢得比赛,现在更多的是团队赢应配合。 这对于队上有来自四国选手的话来说,就连每个人不同的中文口音都会导致沟通不顺,还得去猜队友的意思。 不过随着输了那么多吧,大家也都知道队友沟通的意思了。 毕竟目前,HA还是以一胜六百居联盟垫底,会不会担心的打升降赛。 JW表示,其实我们是不太担心会去升降赛,现在已经输了那么多,就是一步一步走,还是蛮有信心打进四场。